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8點多 今天是4月20號禮拜六 帶您看到現在台北市外面的景色影像 太陽已經慢慢露臉囉 現在溫度大概是來到了23度 不過太陽越大之後 白天的溫度會越來越高 因為天氣已經慢慢好轉 慢慢變熱了 首先帶您看到了氣象署 針對幾個地區發布高溫資訊 特別是在南部地區亮起了黃色燈號 包括像是台南 高雄 屏東 還有台東 這幾個地區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提醒這4個地區的觀眾朋友 出門特別注意 再來帶您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 可以看到全台的水氣 已經逐漸減少了非常多了 因為台灣上空的這個雲層 已經減少許多 所以在今天上半天 全台幾乎都不會有降雨的狀況 不過到了下午之後 在局部地區特別是在山區 可能會出現一些午後的局部短暫震雨 到了晚上之後水氣又會再更少一些 繼續帶您看到北部未來五天的溫度變化 首先看到呢 禮拜六禮拜天都會是好天氣 溫度都蠻高的 大概來到32度 受到這個悶熱的西南風影響 但是下個禮拜一的下半天開始 有一波封面要報導囉 所以在北台灣會開始降溫轉雨 下禮拜二有機會溫度降到30度以下 繼續帶您看到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未來五天的溫度變化 其實白天太陽露臉之後都蠻熱的 有機會上看到34 35度 而這一波封面呢到下個禮拜 其實中南部地區的最高溫也會稍微略為降低一點點 但是呢其實溫度降低的幅度不大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出門注意防曬 繼續帶您看到未來一週 禮拜六開始受到西南風影響 所以在全台都是比較穩定 炎熱悶熱的天氣 但是呢在北部山區會有午後局部雷震雨 到了下個禮拜二開始 有一波封面要報導了 所以全台會開始降溫轉雨 特別是在北部東部還有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震雨 而且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特別留意 接下來會有些風險 誤會有長大的雨勢 可能會有八爺點 進去第一次 kurz到白夜 到南部地區 四次分啃 飛行車 你也曾開放的